每一人都爱美女 尤其那种颜值事业全都有的美女 过年前戏咱们欲遇了兼功ing的张景兰 毕竟老板娘不好当 想要维持包养品的口碑 只能努力再努力 16日天气冷嗖嗖 凡夫俗子 只顾着把自己包成肉球 但是女生不一样 张景兰偷戴毛帽 全穿毛衣 整个人散发一种软萌的感觉 赞叹美貌的同时 包养品拍摄也持续进行中 张景兰三不五师 拿起手机降电话 事业看起来坐很大 偶尔放空一下思考人生 或者疯狂花手机 反正每一秒都看似忙碌 事件快转到晚上6点 本日拍摄终于结束 阿姆哥张景兰的行程 未完待续 包养品复业忙完 接着就是回归女明星主页的部分了 她和一名女助理 轿车前往光复北路的好主意 传播有限公司 约莫谈了十几分钟后 张景兰牵着一台电动滑板车出现 和女助理道别后 张景兰就骑着电动滑板车离开 慢慢的消失在咱们眼前 虽然女生的背影相当帅气潇洒 不过在此还是要宣导一下正确观念 依照交通局规定 在人行道上骑电动滑板车的行为 已经违反导入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69条第5项 相信内容笑变就不赘述 反正这款行为就是大美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也要多多遵守法规 最后祝福张景兰的包养品越卖越好 烟硬之路越来越红 感情之路越来越顺 太多次那种研究人类图的人跟我说 我要主动发起项目 对 就是我是要主动追人的那个人 这个项目才会是运作能量是顺畅的 对 所以通常被主动追求这件事情呢 我可能的那个后面的状态啊 或是后果啊 都不一定是很好的状态 或是那个好是指能量的运转 我就觉得回想以前的恋情 只要是我主动 基本上都蛮好的 好 感谢zyk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